超級讓人懷念的火爆猴 是小智隊伍中的火爆浪子 性格十分暴躁硬氣 不管是誰惹到他 下場絕對不好 曾經這位猴子大哥 就在極度憤怒的情況下 把關都玉三家 通通抓起來痛扁一頓 更是直接把小火龍 抓起來當玩具甩 凶暴的表現 雖然出場的機會不長 卻留給觀眾十分鮮明的印象 以至於超多人都期待他的回歸 哈囉大家好我是信 寶可夢遊戲最新作 寶可夢傳說阿爾宙斯發售後 建立的世界觀告訴了我們一個道理 在野外遇到野生的寶可夢 其實是相當危險的一件事 像是走出門左轉遇到烈焰馬之類的 一不小心你人就沒了 而其實在更早的初代寶可夢動畫中 就有這麼一隻寶可夢 為觀眾們展示了 輕易接觸野生寶可夢 是多危險的一件事 而它就是小智人生中 第一隻收服的猴子 至於為什麼會特別強調第一隻呢? 因為回顧小智的旅程中 其實跟不少猴子都有交情 有被別人放生撿回來後變得超級強大的 有尾巴很長而且長得像隻手 乾脆進化完直接變成一雙手的 也有抓怪都直接丟一球的 那說起小智的猴子寶可夢 大家心中想到的人選 可能都不太一樣喔 但說起個性最火爆的 肯定還是非這隻莫名人氣的火爆猴 莫屬了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 就是要帶大家來回憶這隻 明明只是在動畫中登場5集 卻給人印象好像待超久的火爆猴 締造自己神話的過程 現在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 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火爆猴 豬猴寶可夢 日文名 オコリザル 是憤怒 オコリ 和猴子 サル 結合在一起的單字 全國圖鑑編號57號 是格鬥系的寶可夢 最大的特徵是 明明是以靈長類為原型 名字也叫火爆猴 卻有著一顆超顯眼的豬鼻子 估計如果給沒接觸過寶可夢的人 看到火爆猴的外型 你問他名字 會得到什麼狂暴野豬之類的回答 而猴如其名 火爆猴最大的特徵呢 就是他永遠處在暴怒狀態 不管怎樣他都能生氣 就連只是跟他對到眼 都逃不了被一頓痛扁的命運 就像小時候追著你打的媽媽一樣 完全沒在跟你溝通 甚至在太陽版的遊戲中 火爆猴的圖鑑頁面寫著 陳優火爆猴因為真的太生氣 所以直接活活氣死的案例 真的是最氣的那種耶 氣到直接領人獸保險 但圖鑑的下文卻是 當火爆猴氣死的時候 臉上會特別安詳 因此或許氣死 才是火爆猴最好的歸處 那重點回到動畫上啦 火爆猴在動畫中 剛出場的時候 還是一隻猴怪 當時小智等人在外面吃飯 卻突然遭遇到一隻 野生的猴怪攻擊 一開始這猴怪還沒那麼氣 甚至是接下了小剛給出去的飯糰 表現得算是蠻友好的 但這時的小智突然想起 自己的死對頭小茂 挑戰道館的進度已經超前自己 於是打算現場收服猴怪來證明自己 就對著猴怪丟出了精靈球 結果反應神速的猴怪 用飯糰回擊丟過來的精靈球 讓球只成功收服到飯糰 雖然是成功讓觀眾知道 啊原來精靈球可以當餐盒用 但失去了午餐 還差點被抓起來的猴怪 可就沒那麼簡單息怒了 俗話說 暴怒的人挑起爭端 不對這個好像不是俗話 是健康操 總之這個暴怒的猴怪 開始對小智等人一頓拳打腳踢 看到仍舊海扁下手沒在留情的 更是在混亂之中 搶走小智的帽子後 把小智瘋狂壓在地上打 並情有獨鍾的 把帽子戴在自己的頭上 認為這個是自己的戰利品 讓小智對他是氣到牙癢癢 甚至是不惜要空手爬到樹上 跟猴怪輸贏 可見小智對這頂帽子有多喜愛 這邊順便科普一下 在這集裡面有提到 小智在初代動畫中所戴的帽子 是在一檔叫寶可夢擂台的節目中 抽獎抽到的贈品 小智為了這限量一百頂的酷帽子 更是不惜自己寫了一千張的抽獎券 才終於抽到現在猴怪頭頂上的這頂帽子 我是不知道一個人抽一千張 是不是違反規則了 但總之因為付出相當大的心力 所以小智格外的珍惜這頂帽子 自然不甘心一千個自己被猴怪搶走 但當小智努力爬上樹時 卻馬上被猴怪貶下去探親 見到小智連續吃鳖後 一旁的火箭隊也出場 表示想趁亂收服皮卡丘 看到火箭隊出場的猴怪 則是像看熱鬧般的湊上去 此時小次郎卻以礙事為由 一腳把猴怪當足球般狠狠的踢出去 這邊要知道猴怪的體重有28公斤 小次郎這一腳就能輕易的踢飛他 三國學長是接不住這球的 可見這腳的威力有多驚人 而莫名其冒被踢了這腳的猴怪 也是憤怒指數直接飆滿 當場氣到進化成火爆猴 變得更加火爆了 回到戰場上來 直接把武藏丟去撞牆 此舉讓相當愛護自己長相的武藏 當場發飆 帶著小次郎跟喵喵 也要搞圍毆打贏火爆猴 但這剛進化上來的火爆猴 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把整隊火箭隊 按在地上摩擦 真的是太強 而趁亂想要去撿回小智帽子的皮卡丘 也不小心跟火爆猴對上眼 差點被一頓痛揍 後來小智指揮皮卡丘使用電擊 卻完全對火爆猴沒有效果 反而讓火爆猴更加生氣了 越打越強根本好客 此時一防的小剛 一改之前害怕的態度 開始同情起火爆猴的遭遇 認為他也挺可憐的 午餐不見又被打 於是走上前去 打算用愛來感化火爆猴 讓他成為忍耐的猴 止息紛爭 那你猜小剛會成功嗎? 欸對! Bingo! 他也被揍了! 我們的火爆猴活起來 又怎麼會是能夠這麼簡單消息的呢? 於是接下來小智等人 又被火爆猴追著扁 而後小智摔進了火箭隊所設的陷阱之中 跟火箭隊三人一起被困在洞穴內 望著洞穴外的火爆猴 原本已經相當絕望的小智 突然腦中想起了大木博士 這位可能是自己繼父的男人 在出發前對他說過的話 要他勇於收服更多寶可夢 於是小智先後派出了 傑尼龜和妙娃種子來對戰 可惜這兩隻寶可夢的招式 對火爆猴是一點用都沒有 接下來派出的小火龍最慘 前面兩隻沒打中就被收回去了 小火龍卻瘋狂的吃拳頭 甚至被抓起來摔 此時的小火龍一定心想 為什麼一樣是御三家 我非要受到這種待遇 總之後來在火爆猴的痛受下 成功引發了小火龍 使出更強大的噴射火焰 終於打倒了猴子 讓小智得以收服火爆猴 讓他成為小智隊伍中的一員 而當觀眾們都期待著 擁有這麼強大戰力的火爆猴 之後會在小智的隊伍中 有著怎樣強力的表現呢? 動畫組還真的 很快就在4集後 給了火爆猴發揮了機會 當時小智接受了路人的委託 請求他去參加寶可夢P1格鬥大賽 並打倒自己的父親 扇斗讓他回家 在一連串的意外下 最終這對婦女成功和好 而小智也在一場戰鬥中 因為以肉身接觸了 處境危險的火爆猴 使他深受感動 終於與小智打好關係 願意聽從他的指揮 更是學會地球上頭 這招在動畫中強的奇怪的招式 成功打倒的飛腿狼 在P1大賽中得到的冠軍 是個圓滿可喜可賀的結局 觀眾們也都以為 自此之後願意乖乖聽話的火爆猴 將會成為小智隊伍裡的一大戰力 而此時 扇斗跑來找小智 告訴小智 你的火爆猴很強 是格鬥寶可夢界的奇才 建議小智把火爆猴留在散斗身邊 跟著他做格鬥訓練 其實這個要求 你想想看還蠻好笑的 根本就挖角 小智的夢想 一直都是當寶可夢大師 而不是跑來參加什麼P1大賽 更別說是要把自己挑戰道館時的 一大戰力留給別人 這隻火爆猴根本沒在輸的耶 那大家都理所當然的 認為小智會拒絕這個要求 但觀眾還是太嫩 格局太小了 我們小智可是曾經拿八大碟 去交換拉打的男人 面對這個不合理的請求 小智他再次答應 決定把火爆猴託付給散斗 並跟他做了告別 讓這隻剛裝5級的火爆猴 以最快的速度被轉讓出去 直接強制從隊伍中退場 小智你真的太無情了 在此之後 火爆猴也從來沒有回歸過 就這樣只在動畫中 消失了 成為了不少觀眾的遺憾 火爆猴雖然僅僅登場了5級 但他首次登場時 火爆無敵的表現 在不少人的童年回憶裡 留下了相當深刻的印象 原來路邊的寶可夢 真的會把人往死裡揍的 我怎麼玩到阿爾周斯才發現這件事 以上就是對於這隻登場時間超短 但不知道為什麼一堆人 包括我 都以為他待很久的火爆猴的劇情回顧 不知道各位觀眾 對於這隻超派超硬氣 登場時間卻很短的火爆猴 還有沒有印象 或者是有什麼想法呢? 如果還希望看到我介紹 哪些小智曾經收服過的寶可夢 也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麻煩按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喔 因為訂閱了不見得會跳出通知 你有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喜歡玩樂隊的影片 並訂閱小鈴鐺 我們今天... 不見不見 也不見 很開心 有關